Hello,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 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 那今天的这一集 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 编剧罢工潮 今年的5月初 美国编剧协会WGA代表全美1万多名编剧 宣布发起全面罢工 要求好莱坞各大片场 改善编剧的工作条件和待遇 那这场罢工几乎延烧了整个好莱坞 让各种影视制作纷纷停摆 其中包含了影集《冰与火之歌》的前传 《时女的故事》衍生剧 《怪奇物语》第五季 还有漫威电影《刀锋战士》等等的影视剧 都传出了暂停制作或是延期上档的消息 同时编剧们也跑到了Netflix、HBO、迪士尼 华大兄弟等等的影视公司门口抗议 并获得了不少大人物公开力挺 像是乐坛Imagine Dragons 就有到Netflix的公司外面举办小型表演 表达对于编剧们的支持 此外演出过阿甘正传 《航战情缘》等经典作品的奥斯卡影帝Tom Hacks 也在采访当中强调编剧对于好莱坞的重要性 就连美国总统拜登也正面表态 希望编剧尽快获得应得的公平待遇 是说这些好莱坞编剧到底是为了什么而罢工 这样罢工又会对影视产业造成什么影响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好莱坞编剧罢工吧!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AI浪潮来势汹汹 现在不管是个人还是产业 都希望找到转型的方法 为了协助大家迎来接下来的挑战 行政院从2021年开始 启动智慧国家方案 希望把台湾变成全球 AI和智慧制造产业的供应基地 像是AI领航新创研发计划 就补助多家的新创公司 发展AI技术跟产品 带动超过37亿台币的投资 跟国际领单 一些相关的研发技术 也荣获了多个国际奖项 甚至晋云国际 把台湾的AI应用输出到 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等等的国家 另外还有台湾AI行动计划 从不同的层面 让AI深入台湾的社会发展 像是开发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侦测技术 可以借由眼底摄影拍摄 结合AI判读 让第一线的照护医师 进行更好的诊断等等 总而言之 面对这些未知的机遇跟挑战 台湾正在一步一步的努力 逐步成为全球AI新锐 而你也可以加入这个行列 欢迎有兴趣的观众 点击资讯栏连接 了解更多的资讯 好的 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整体吧 现在全美国大部分的编剧都在罢工 人数大约有11500人 并且他们都是WGA 美国编剧协会的会员 这个WGA简单来说 就是由美国影视节目编剧 所组成的工会 它会代表入会的编剧 去跟好莱坞片场协商工作待遇 争取保障还有福利制度 而WGA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就是要跟好莱坞300多家影视制作公司 组成的影视制片联盟 每三年重新签订一次基本协定 这个协定内容是 规范片场跟编剧合作时的劳动条件 包含了最低的基本工资 纠纷仲裁程序 养老金等等福利 还有影视作品各种收入的分论方式 像是授权电视重播的费用 那如果到了要签约的时候时 这些条件一直都谈不拢 WGA就会透过内部会员投票 来决定要不要发起罢工 来争取编剧的权益 但话说回来 在美国当编剧 对于大部分的台湾人来说 可能有点遥远 所以对他们怎么赚钱 可能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这边就让我们先简单的说明一下 在美国影视编剧的主要收入有两个 包含了单次性的剧本费 还有授权不同载体所得到的重播费 而WGA至今发起的六次罢工 每次都跟这个重播费的费用有关 那所谓的重播费呢 概念上面有点类似版税 也就是影视公司在把一部作品授权 给不同载体播放的时候 要支付给编剧的那笔钱 比如说同一部剧 你可能会在两三个不同的平台上面看到 有些人是用串流看 有些人是在电视上面看 也有些人会买DVD之类的 而随着时代的变迁 市场上面一直有新的载体出现 渐渐的取代旧的载体 也改变了影视作品的收入来源 因此WGA也一再的透过罢工的方式 去争取新平台的重播费 就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像是在1960年代 电视开始在美国普及的时候 WGA就为了争取电视重播费 发起了首次罢工 接下来他们又会透过三次罢工 陆续的争取到录影带 有线电视频道等等载体的重播费 而上一次2007年的罢工 诉求也是调涨DVD重播费 以及订定网路下载串流等等 这些当时还很新的新媒体重播费 那虽然就结果来说 最后DVD重播费没有涨 但是在新媒体上面 他们争取到了比DVD更高的重播费 而到了今年 WGA又再度的因为重播费这个项目 发起了事隔15年的大罢工 WGA这次罢工的一大诉求 就是增加串流发行的重播费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串流平台给的费用太少 导致编剧面临的生存危机 根据统计指出 最近几年因为串流平台兴起 美剧的产量创下新高 但如果你把通货膨胀列入计算 编剧的薪水就在过去的5年内跌了14% WGA表示 现在编剧帮串流平台写剧本 所能够拿到的重播费 严重的低于过往的行情 特别是因为 很多串流平台的原创作品 基本上都是独家上架 而这也就意味着编剧 拿不到其他通路的重播费 而且这些作品 还是串流平台自己制作 自己发行的 在这种左手卖右手的状况之下 发行的社学金就可能会被故意低估 导致编剧拿到的重播费跟着变少 尤其像是Netflix等等的平台 还拒绝公布点击数字 让编剧更难去评估作品的价值 此外 WGA也指出 串流平台最近还很常雇用 人数少供期短的迷你编剧团队 以低成本高长度的方式 快速的生产测试用的剧本 来帮助他们判断 一部影集要不要投入制作 但这同时也表示 剧本在写完之后 不一定会被拍成影集 而且就算拍了 也未必会找原编剧继续执币 那这些写测试用的剧本的编剧 很可能就只能拿到剧本费 拿不到重播费 工作也比以往更加不稳定 所以WGA要求在协定当中 针对串流平台 订定最低供期天数 还有最低编剧费的标准 而除了钱的问题之外 这次WGA也有提出一些其他的诉求 像是因为担心AI创作的技术崛起 会影响到编剧们未来的生计 而要求增加限制AI使用的条款 另外也有针对工时 编剧团队人数 还有医疗保险等等的福利制度 提出改善要求 这样听起来 好像都还算合理的争取 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 不管是片场方面或是媒体分析 多半都认为编剧的这些要求 以目前的片场状况很难去满足 针对WGA的诉求 片场这方也给出了他们的解释 Netflix表示 只要作品放在平台上面 就算点击率很差 编剧还是会持续收到固定的重播费 这等于是一种基本保障 而且WGA自己的数据都显示 2022年美国编剧收到的总重播费 创下了史上新高 其中更是有45%来自串流平台 另外 影视制片联盟也表示 他们不是不愿意增加编剧的酬劳 而是WGA整体要求太多 现在景气又不好 所以他们很难做出编剧要求的重大改变 针对于片场这方的说法 Variety等等的媒体就指出 编剧整体收到的重播费变多 主要是因为影集的产量变多了 同样写一集剧本 编剧平均赚到的钱 其实是比以往更少的 而至于景气不好的这个说法 媒体则普遍认同 因为电视台本来就一直在流失观众 而在疫情期间疯狂成长的串流平台 近一两年来 也因约疫情的红利退烧 再加上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而面临困境 像是Netflix去年 就失去了20万名的美国用户 Disney Plus的亏损更是一记比一记严重 因此媒体普遍认为 现在忙着开源节流的好莱坞片场们 不太可能同意大幅的提升编剧的待遇 所以总结来说 编剧跟片场的双方应该不会太快的达成共识 再加上WGA以前的罢工 平均也是落在100天上下 这次的罢工可能也要持续好一阵子才会落幕 好的 那么编剧们这么长期的罢工 对于我们这些追剧的观众们来说 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首先 最直接的影响应该就是 我们能够看到的新节目会变少 以2007那次的罢工来举例 当时好莱坞就是直接减产 影视节目纷纷停拍或者是缩短内容 像是被很多人奉为神剧的《绝命独食》第一季 就从原定的这个9集 砍到了剩7集 那以目前的报道来看 记者们也普遍推测 这次的罢工应该也是差不多的状况 所以观众应该会陆续的感受到新节目变少 而其中最首当其冲的 就是深夜谈话性节目 因为这类节目的制作周期通常都很紧凑 从开始写脚本到播出 大多只有一天或者是一周的时间 所以最近像是吉米法龙金夜秀 赛斯梅尔深夜秀 吉米基末事业现场等等的节目 都已经宣布停播新内容了 而另外下一个可能会断根的 则是边拍边播的 安党电视剧 有报道指出 美国有几部电视肥皂剧 大概在下个月初 就会耗尽库存宣布停播了 而其他像是电视串流影集 虽然不会立刻的减量 但随着越来越多剧集的制作停摆 美国观众可能到了今年底 就会感觉到自家的新剧集变少 取而代之是实境秀 或者是国外的影视剧 而至于电影 因为制作时间又比影集更长 而且今年预定要上映的好莱坞电影 也几乎都拍完了 所以电影的减产 对于观众来说 应该会来得最晚 体感也最不明显 那说完观众方面 对于美国影视产业的从业人员来说 罢工带来的影响 恐怕比我们想得更加沉重 这次编剧的罢工 虽然获得了美国影视工作者的广泛支持 也有很多艺人公开声援 但罢工持续下去 对整个产业还有工作者 都可能造成惨痛的损失 根据报道 2007年那次为期100天的罢工 就导致好莱坞损失了超过20亿美元 当时很多的片场 都被迫缩减生产的规模 很多电视频道 也因为没有太多的新节目能够播 导致收视率跟广告的收入大跌 而演员、灯光师、化妆师等等 很多的影视工作者 也因此失去了很多的工作机会跟收入 至于这次的罢工 因为还在进行当中 最具体的影响会到什么程度 还不太好说 但我分析起初 这次罢工对于好莱坞大片场的影响 应该不会像15年前那么严重 这主要是因为 现在影视作品可以曝光的平台 比钱多太多了 一部作品的生命周期也变得更长 让片场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要快速的推出新作品来赚钱 除此之外 串流平台近年 也纷纷的把影剧制作的重心 分散到全球各国 美国观众也越来越习惯看 韩国、欧洲的影视剧 所以美国这边减产 威胁应该没有那么大 就得Netflix都直言 他们的新作品数量足够 不会太担心罢工让他们流失观众 甚至 再说得更远一点点 云云也推测 其实罢工可能还会加速 这种国际化制作的脚步 让好莱坞产业链大举外移 但至于后续到底会怎么发展 就只能让我们继续观察下去了 节目的最后 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 我们觉得 虽然这次罢工的原因 表面上只是前谈不拢的 这种典型的劳资纠纷 但它背后反映的问题 很可能是很多人都曾经 正在或即将面临到的问题 那就是怎么去面对新科技 带来的破坏与创新 这方面是关于 我们要怎么在一次次的 科技革新当中捍卫自己的权益 因为每次有重大的新科技出现 都可能造成产业的结构改变 利益分配也会被重塑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会 像这个好莱坞编剧一样 一再争取不同类型的费用 而另外一方面 只是关于一种 人类更根本的恐惧 那就是如何不被科技取代 像是好莱坞编剧们 就是因为担心自己被AI取代 而想要订定保护规范 来预防这种事情发生 那就算你不是编剧 这种烦恼应该是 很多产业的人 最近都很能够感同身受的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觉得硬性规定 不能够用AI取代我 真的是有点治标不治本 毕竟科技本来就是发明 来帮人类做事 跟替人类代劳的 汽车还有扫地机器人 也是这样子 那AI当然也是 只是我们多少 也能够理解好莱坞编剧的想法 毕竟在TrackGPT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团队也有过类似的担忧 那我们现在的做法 是偏向主动去认识跟使用AI 因为我们觉得 用比较积极的态度 摸清楚AI的能力跟可能性之后 才会更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 无法被取代的地方吧 另外 好莱坞在这次的罢工当中 会不会碰撞出什么新的应对方式 我们觉得也还蛮值得继续关注的 因为这种新科技带来的变化 还有问题 未来应该也会反复的上演 那好莱坞的做法 或许也会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案例 好的 那我们今天 关于好莱坞编剧罢工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可以按下最终跟订阅 如果是对于这集好莱坞编剧罢工 对我们Podcast的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在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留言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掰比